父母的期待下 丁寧挑戰了人生第一支國標舞 而為了達到標準 他積極投入練習 但是用力過猛的他 常常會有個壞習慣出現 我全身上的最大無敵 就是我的肩膀 我很容易聳肩 腳 好,我幫你吃上去對不對 肩膀要往下壓 OK,好 體肩要看裡面腫 好 好,好 好,好,好,謝謝 因為我剛剛生了小孩 Baby才七個月 所以都還有一點點媽媽手 都會這樣撐住 跳起歪就會這樣子 因為長時間的習慣 而導致聳肩的問題 遲遲無法改善之外 鬥牛舞所注重的骨盆擺放位置 也讓學習瑜伽 已有十年的丁寧 顯得相當吃力 因為鬥牛跟瑜伽的運動方式 完全相反 讓他一時之間無法轉換 二、三、四 來,丁姐 對,對 對,對,再轉換 好,來 就是當你前進的時候 不要肩膀是在前面 對,不要 硬出肩膀的肩膀 好 那我這一次跳選的鬥牛 他整骨盆 一定要在他的身體前面 所以我第一... 我第一天練完回去的時候 我簡直覺得我的身體 就是被拆解 好,放 停 跳 好,上 上 小心 對,跟屁股也是一樣 這個要頂高 對,所以一直這樣 屁股頂高 有 又是一個 我不太用的肌肉方式 野心勃勃的丁寧 是否能用精湛的舞技 贏得觀眾們的掌聲 並且讓全彰化的鄉親 以及他的父母引以為傲呢 他會不會有心情 都不能超出 他會不會有心情 他會不會有心情 發生的一件事 我會不會有心情 跟他很傷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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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聽聽看下一個老師 有什麼樣的看法 劉甄老師 李宗盛的確讓我驚豔 就像剛剛GINO講的 你在訪問之前 你就一直很緊張 然後肩膀這樣聳著 可是你一走出來 一副就是老娘 就是要跳舞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 你在這個舞台上 其實你很大氣 我非常喜歡你的表情 跟你的框架 維持得非常好 我覺得其實一點點小瑕疵 只是在你的腳步的那個細緻度 但是我要給所有的 因為今天來的都是媽媽 那我自己也是媽媽 可是我覺得跟各位 很大的不同是 你們是當了媽媽才跳舞 我是跳了二十年的國標舞 我才當媽媽 我當了媽媽之後 我覺得跳舞真的好簡單哦 你知道媽媽真的是 我覺得最難最難的工作 真的 我覺得母親真的很偉大 像從第一支舞到現在 我們看了都覺得 每一個女生都不好惹 對不對 因為媽媽真的不好惹 就是... 是的 那我覺得今天 丁寧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你在跳舞的時候 是全心投入的 那我覺得你完全把 那種女性的勇敢跟熱情 放在這支舞蹈裡面 我很喜歡 說得好 好,謝謝劉蓁老師